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展成国际著名品牌 建立起享誉全球的数字王国 以成为新进企业的学习典范 我们一同回顾 我们一同经历 我们一同展望 2003年 拨下黄金种资 或许很多人并不了解 尽管大豆Patrick与大豆David的机缘相遇 造就了Visible成立的契机 但更重要的是 他们两个人拥有同样的理想 这才能令他们两人共同经历千辛万苦 拨下了黄金种资 开创出辉煌的Visible企业 是Visible正式成立的第一天 同时在澳洲成立合伙公司 成立这家公司的目的 是为了把数字学问重新包装 推出市场 主要研究的部分非常广泛 当中包括了中西方学说 数字研究 姓名学 符号学 自然和宇宙研究等 2004年 寻找第一桶金 Dado Patry与Dado David 以经营学院的方式 通过登广告招收学生 传授独特的数字教育 在这段过程中 尽管遇到不少挫折 尽管如此 在这过程中 Dado Patry与Dado David 还是顺利编辑数字课程的 教学大纲和形式 成为未来Visible系统化 教育的雏形与关键基础 2005年 真金不怕红炉火 在领导层的 奋斗努力之下 Visible Sandron Berhad 正式于2005年 8月17日成立 Visible这名字 相信很多人都懂 是由Vision 远见和Number数字结合成 除了原有的数字课程和讲座 Visible也重新调整经营模式 着重于网络营销 并且推出数字产品 经过多次的研究开发 终于Visible推出了 属于自己的数字产品 银数字吊坠 以及单数字相框 2006年 京城所至 京城为开 踏入2006年10月 Visible发现 销售与盈利不成正比的现象 逐渐严重 因此决定破釜沉舟 做出了重大的革新 包括替换掉当时的银制数字产品 以及行销模式 当时引起巨大回响 不少伙伴因此而选择放弃离开 产品材料从银转换成白金 需要庞大的资金 Visible懂事伙伴们 几番艰辛 不惜孤注一掷 通过朋友的信赖与支持 并且利用自己在商界上的信誉 才筹足资金 让计划顺利实行 通过教育课程与研究会 推广Visible教育与学问 全面转换 以电子商务为基本的完美系列 产品从银或半宝石性质的吊坠 演变至白金及钻石系列 开发和扩展数字西化 影视教育系列 及数字性名学等产品及服务 2007年黄金业基 2007年是Visible走向高峰的一年 Visible在这一年内 开创了业绩新高 打破了Visible历年来的业绩记录 在同年7月 隶属Visible的MyVisible正式成立 主要通过V数字性名学 提供个人改名服务 57基金与iPro96也在同年间相继成立 公司推出系列性的四大学问 V数字行为学 V数字姓名学 V数字环境学 及V数字符号学 同年 Visible投资本地电视剧 我主风云制作拍摄 赞助剧中珠宝佩戴 极力向外推广数字时尚 2008年 教育黄金期 踏入2008年 承接上一年的辉煌成就 Visible如同一股强势旋风 席卷了整个山海 Dado Petri Tan与Dado David Hume 更在这一年 荣获APEA杰出企业奖 2008年7月 身负教育重任的 EDU57终于诞生 EDU57成立的目的 是要通过Visible教育 宣扬善美人格 打造优质社会 另外Visible所投资的 本地电视剧《我主风云》 在家喻频道正式播出 令广大的电视观众 更深一层认识 Visible的珠宝系列 2009年金碧辉煌 随着Visible企业的扩充 品牌在市场上的定位 与宣传越来越重要 因为唯有通过提升品牌的知名度 才能维护Visible的知识产权 推广Visible数字时尚的 九六生活制 也在这一年创刊 与时尚界各大品牌 建立起良好关系 宣传Visible数字文化 与品味生活 在2009年的Visible年度表扬大会 圆满结束后 同时也推荐了Visible的剧作 《数字圣经》 当时Visible的盛举与光芒一时无两 2010年固若金汤 2010年Visible持续稳定发展 2010年至2011年间 Visible推出了一系列的全新计划 当中包括在各地开设Visible概念店 及Visible教育中心 踏入网络科技时代 主要架设专业网页 以及提供网络服务 第一届数字论坛 也在这一年顺利举办 成为日后的常年活动之一 2011年金榜提名 在媒体宣传方面 Visible积极投资电视广告 让全马各地人们 对Visible品牌与数字珠宝 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Visible与三位集团合作 举办One Caring Heart大型慈善活动 以实际行动回馈社会 Visible在2011年 首度参与即荣获金牛奖三强 以及MRCA ATV企业奖 并入选SOBA企业奖 足以见得Visible已获得 企业与市场的肯定 2011年9月 Visible以全新面貌和市场策略 再次推出银系列珠宝产品 全新的银河系列 与早期的银制数据不同 它结合了冷法郎 价格约300至3000令吉 让更多来自不同阶层的人士 都能够受贿 Visible在新加坡 成立了新加坡Visible公司 2012年 黄金品牌 2012年 Visible在古迹上 与其他知名品牌 建立起商业合作网络 当中包括了在 Visible经典系列的珠宝设计中 采用奥地利著名水晶品牌 Soroski 施华洛士奇元素水晶 将Visible珠宝产品推上更高层次 Visible经典系列中的 Visible经典数据 与Visible经典数捷 在推出市场后深受欢迎 与此同时 Visible于这一年 成立了由9位精英经销商 所组成的Visible精英团队 Elite Group 精英团队对外进行 各类Visible学问奖座 激励于市场开发 并招揽更多新会员加入 另外 2012年 Visible也在MTV7 TV2 IFM电台 和新加坡媒体的合作下 全力对外宣传 Visible教育系统 与珠宝系列 获得极大回响 2012年 是Visible与国际市场 接轨的一年 Visible展望 2013年 和你一起打造 另一个黄金十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